我請教一翔 一翔也曾經在這個駐美外交工作 你怎麼觀察秦剛 就任新任的中國駐美大使 那第一個表態動作是 台灣是最重要的議題 所以我想我們看到這個 這個秦剛去見這個Sherman的時候 就提到台灣是一個最優先的議題 涉及到這個美中關係的一個利益 所以我想這番話其實不意外了 因為說實在的 很多美國 很多中國外交部的官員 其實有都出面講過 包括在高層會議也好等等的 所以我想這個一部分也是 他要向國內交代了 就是說他這個奉合過後的一個講稿 他是一字都沒有漏掉 那至於說美方的回應 我覺得也回憶一下 林軍縣委員這邊提到的 我對美方的回應是蠻有信心的 那我也認為說美方可能會講的 我沒有任何的這個確實的資訊 但是我想像的是美方會講的是說 對不起喔 台灣涉及你的利益 你中國利益 但是同時也涉及我 美國的一個最核心利益 因為我們看到就是美國 無論是透過軍事 無論是透過經濟 無論是透過其他這個國際聲援上的協助 其實對台灣都是很具體的 所以今天就是中國把這個設為一個核心利益 其實美國我相信也會回應說 對不起那你也是涉及到我的核心利益了 那另外我想就是秦剛他本身他上任其實面臨的應該是蠻大的壓力 因為現在這個美中關係大概是從建交以來是最糟的一段時間 那其實其中變得這麼糟的原因就是因為這個所謂的戰狼外交 那戰狼外交是什麼呢 就是說中國為了這個中國的外交官為了他們國內的觀眾去表演去做秀 那事實上對外交的本身其實是沒有太多誠意去經營的 所以秦剛他本身為什麼很多壓力呢 因為他自己也是一個戰狼外交啦 然後他過去也是中國的這個文宣系統出身的 所以他其實還沒有踏步在美國 我想美國很多官員可能對他就是已經會有一點這個防備了 那所以我另外提到了就是中國這一次我們注意到 中國大使館他本身的新聞稿裡面提到選曼這個會晤的新聞稿 他其實並沒有提到台灣喔 他並沒有提到台灣喔 反而是之後有新華社有其他一些中國的官媒 才有提到說台灣有被提到的是核心利益 所以從中其實你也可以看到就是說中國 就是雖然他們知道他們的戰狼外交在美國是不被接受的 所以在至少在對美國的公開訊息當中 他們是會比較低調來處理 但是對內溝通的時候 甚至於對台灣溝通的時候 哇就是要大喇喇來宣傳說 這是他們其中的一個重點 那我覺得另外可以補充一點就是有關立陶宛的部分 就是中國其實我想現在已經就是 他是氣呼呼的來決定要召回他們駐立陶宛的一個大使 甚至於要揚言要這個立陶宛可能要斷交 這個是環球日報環球日報這邊來講的 那我覺得這個胡錫進其實基本上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我覺得其實有點在胡扯啊 中國最好是斷交啊 因為斷交的話可能台灣就增加了一個邦交國 但是整體而言這個又是另外一個就是中國戰狼外交的一個實現 那我想很多國家尤其在歐洲尤其在北歐這邊 對於中國這樣的行為其實已經是見怪不怪了 包括其實中國因為這個劉曉波的事件 就曾經也說要懲罰這個挪威政府 然後後來這個還有中國一位這個自由派的作者 叫這個桂敏海 就是曾經獲得瑞士一個非政府組織頒發的一個獎章 那中國也氣呼呼說要處理這個瑞典政府 那甚至於連捷克當時國會派團來的時候 他們也說要去制裁捷克的公司 而且甚至於講的就是上國際版面 好像講的很嚴重這樣 所以其實中國這樣講了一兩次 大家可能還會怕 但是你這樣講了三四次之後 我覺得也逐漸變成一個形態了 變成一個常態 那大家可能也選擇聽聽就好了 所以另外我想針對就是立陶宛的部分 中國主要他是想塑造一個印象 這印象就是說 台灣跟立陶宛就是互設這個代表處 其實是台灣在破壞這個行規 或者是立陶宛這邊在破壞 這個區域情勢兩岸關係 違反一中原則等等 就是問題都是在於其他國家 但是中國其實沒有回頭來想一想 其實我們在其他國家設立代表處 這個是這個在外交上是一個非常正常的一個行為 我們其實全世界有100多個 但辦事處代表處等等 那其實他過去其實設立這些代表處 中國也沒有出來抗議啊 對不對也沒有出來反對啊 那所以現在就是新設立這個代表處 我想對於我們外交工作來說 也只是一個怎麼說 一個很正常一個很具體的一個做法 那另外我想中國可能比較介意的 其實是這個他用的名稱 就是包括台灣為民意啊 那其實這一點上我覺得中國也是蠻無理的 那原因是因為其實過去幾年 中國透過他們的這個戰狼外交 他們其實已經迫使了我們七個非邦交國的 辦事處跟代表處去更改他們的名稱 就是我們這七個辦事處其實之前是有 是有中華民國或台灣為民意的 那現在已經全面改為台北了 那是在這兩年開始我們才逐漸的 就是重新恢復就是台灣的一個使用 包括我們看索馬利蘭新設立的代表處是用台灣 那現在其實在這個立陶宛也是用台灣 所以你想我們有一些辦事處是中華民國辦事處 有一些辦事處叫台灣辦事處 有一些辦事處叫台北辦事處 就是事實上我們的辦事處名稱是不只一種 過去是這樣 因為過去我們跟不同國家的歷史背景等等 有一些差異 所以可能過去有一些國家跟我們的淵源比較深 那可能過去我們就是用中華民國 或者是用台灣等等 但是自從2016年來是全面被換掉 全面被換掉 甚至於還有在奈吉利亞 就是我們的代表處還被說 你不能待在首都你必須離開首都 為什麼 他就說你奈吉利亞跟他不能有任何官方關係 所以你必須要牽離首都 我們會說奇怪我們在很多首都都有 這個所謂的非正式代表處 非正式的一個外交關係 那為什麼只有這個關係 所以中國向來做法就是說 我能去逼誰去做什麼 我就去逼嘛對不對 那他聽不聽那是他的一回事嘛 所以就是我覺得這個 這個改變現狀的這一方 其實還是在中方 我們國內應該要非常清楚了 就是說今天其實我們在做這件事情 並不是在改變現狀 是中方在持續改變現狀 那我最後提到一點 就是說我覺得吳部長非常辛苦 外交部的吳部長 其實這幾年來 我相信我們看到 大家都有看到就外交上 我們有很大的進展 包括是跟美國也好 歐洲也好 澳洲也好 日本也好等等 那其實我們在看到這些外交的大進展的同時 我覺得吳部長都會遭受到蠻大的一些攻擊 包括是人身攻擊 所以我覺得大家還是要思考一下 就是說這些攻擊的時間點 是來自哪裡 都是巧遇在外交突破的之前或之後 所以那是發動這些攻擊的動機是什麼 對不對 所以包括這個立陶宛也好 現在設了一個代表處 那吳部長遭受了一些攻擊 那為什麼會選在這個時間點出現 嗯 好我們稍後回來